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我们把命令行用好了 当然命令行有它非常巨大的优势所在 也就是通过命令行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强项 就是通过命令行我们可以写脚本 可以写字编文件 然后只要一个漏的 那么一个-R参数 或者是把它完全写成一个脚本文件去执行 那么这些都是可以完成重复性的这种工作的 所以对于这种重复性的 每天都要做 经常要重复做 然后重复性的 然后又没什么新意的 超多了命令会让我们变得很烦恼的 那么这种类型的工作 如果你把它都写成这个现场的脚本去执行的话 这是很节省这个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的事情 所以这是命令行的优点 但是如果说你做的这件事情 那么并不是一个重复性 那么每次相应的配置参数都还并不完全一样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一直使用MSF Console这个字符界面的这个操作的界面 然后每天不停的敲各种这个键盘 敲各种字幕 然后就会导致很多同学 尤其是大家一直都是以Windows 为桌面操作系统成长起来的这些同学们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 每天都要敲很多的键盘 输入很多的这个命令 只工作在这个很难看那个字符界面下 很多同学就会觉得不舒服 时间久了就会觉得疲惫 而且说实话 我们说这个字符界面 当然也有它的劣势处在 就是你可能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 那么往往在MSFConsole中 我们也需要敲很多很多的这个键盘输入 很多很多的命令 配置很多很多的材数 配置完了之后 可能是一个最最简单的 那么一个操作 但是我需要在这里敲敲敲敲敲了大概两三分钟的命令 才完成这么一项操作 那么所以它有的时候也的确很烦 于是会就会有同学会这个怀念Windows那样的这种图形化的界面 那么我们说在这个Cali当中呢 因为它只集成了MSF MSF 这一个这个Framework的这个版本 所以它并没有集成那个web界面的这个工具 嗯 然后呢 那么这个小节 那么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工具呢 不是基于web界面的这个图形化界面 而是一个基于这个使用Java写的这么一个这个 这个类似于这种 这个我们在Windows下经常使用那种这个图形化的这个客户端程序的 那么样一个操作界面 这个完全的一个这个图形化的一个操作界面 它不是基于web的那种图形化 完全是GUI的 嗯 好 那么这个 这款工具 这其实也算是一款工具 那么这款工具呢 它其实是 呃 这个图形化 这个metasplay的这个图形化的用户的接口 这个界面 我们说它也 也 我们也把它理解成就是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 其实它就是metasplay的 本身这个软件的一个前端 图形化的一个前端工具 那么这款工具 呃 虽然是图形化界面的 但是我们在这些图形化界面勾选了每一次鼠标 这个做的每一个操作 那么拖拽鼠标 你做这种图形化界面下 要做的这些操作的话 你每一个操作 那么 完全都对应到metasplay的这个console msf console里面的一朝命令指令 就是这个图形化界面下 你每一个这个操作的动作 那么都对应图形化 这个命令方界面下的一朝指令的这个操作 完全都是一一对应的 所以它只是把我们觉得会有点烦 觉得有点这个枯燥乏味的这样的字符界面 把它转换成了图形界面 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呢 也的确提高了我们使用的效率 那么在下面我会给详细 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这款工具的使用方法 那么先来看一下这款工具 它的名字呢 叫做Armitage Armitage呢 这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msf的一个这个图形化的一个前端工具 那么它的作者呢 这个作者的这个具体名字我记不清楚了 但首先这个Armitage这款软件呢 它是一个开源免费的一个图形 这个msf的这个图形化的前端 那么这款软件的作者 它这个如果我们上去 大家在网上搜一下 可以找到这个Armitage这个前端工具 它的这个作者的这个网站 这个主页 那么在这个主页上 如果你去看它对自己写的这款工具的一个描述里面 大概就有这样一个描述 作者自称自己是众多不会使用的 这个MetaSplight的这个安全专家 渗透测试专家之一 就是它虽然作为一个安全专家 作为一个渗透测试者 那么但是呢它自称它不会使用MetaSplight 当然这一定是一种这个自签的一个说法 但是其实它的这个本意呢 就是说msf虽然很好 那么能做很多事情 但是由于它的这个自幅界面的这种操作 会把这个作者就搞得这个很混乱 然后这个效率也觉得不是很高 所以它自称自己是众多不会使用MetaSplight的这些个安全专家之一 其实原因就在于说它是对这个命令行界面是觉得很不满很不爽 于是乎它就开发了这么一个这个图形化的这个前端工具 然后这个前端工具呢它把它开源免费出来 大家都可以去上网去下载 然后来安装使用 那么在Cutty当中呢是默认已经集成了这个Armitage这个图形化的工具 那么 但是它的初衷呢就是因为这个MetaSplight本身缺少这个GUI图形用户接口 所以它开发了这个东西 那么开发出来之后呢 大家一定一定要这个记住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Armitage它只是一个msf的一个这个前端工具 那么Armitage本身它并没有任何的漏洞利用能力 也没有任何漏洞攻击代码 任何payload它都没有 那么它是必须和MetaSplight来结合使用的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Armitage这个前端工具去调用的每一个exploit 每一个payload 每一个这个Auxiliary模块 那么这些模块其实都是msf的 都是MetaSplight的这些模块 那么Armitage它只是一个前端工具 所以我之前也听到有同学 还有我其他的这个同事朋友 谈到过说 他认为Armitage比MetaSplight的这个 就是漏洞利用的能力要强 实际这句话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Armitage本身根本就没有任何漏洞利用的这个功能 他利用的所有这些漏洞利用功能都是MetaSplight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把这个这个观念这个树立起来 那么Armitage它的作者自称这些这款工具 它虽然我们说它是一个这个推行化的前端 但是呢 这个Armitage这款软件它的作者呢 在这个Armitage的网 网站主页上面描述这款工具 那么它称这款工具是一个红队 团队合作做这个这个模拟对抗的这样的一款工具 我们说红队这个所谓红队蓝队呢 那么这是在军事上 在军事演习上经常会使用到的这么一种 模拟对抗的这个双方的这么一个场景 有红队蓝队分这么两个队 然后大家来模拟对抗演练各种一个战术战法 然后这是军事上做这个模拟对抗 当然红队呢 红队其实另外呢 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一个行动队 那么在抗战时期呢 我们共产党也有自己的红队 红队呢其实也说的就是这个行动队 那么在Armitage里面呢 它所谓的这个红队 尤其它强调了这个团队合作的这么样一个能力 那么原因呢在于说Armitage它的设计上 我们虽然说我刚才简单化的把它说成是一个这个图形化的前端 那么这样说呢其实并没有什么错误 但是从Armitage本身的设计上呢 它还是有一个这个服务器端和客户端这么一个区分的 Armitage本身它也分成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它的这个服务器端 一部分是它的这个客户端 那么它的客户端呢 其实准确的说Armitage这个名称应该是它这个客户端软件的名称 然后它的这个服务器端呢 其实是一个这个后台服务 那么这个服务呢 这个服务的名称叫做MSF RPCD 这个一个这个RPC的后台这么一个服务进程 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客户端 Armitage这个客户端程序 可以连接到服务器上 然后因为我们在这里说它是一个团队 合作的这么一款软件 所以它就其实既然有团队嘛 就要有多个这个 多个这个人员同时参与到这个团队里来 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这个团队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有多个这个团队的成员 那么这些团队成员他们都使用Armitage 然后呢 你可以在在这些团队成员的这个自己的 比如说笔记本或者客户端机器上 你只要安装它的这个Armitage的客户端程序就OK了 然后呢我们可以单独拿出一台机器或者一台服务器来 在上面安装上这个Armitage的服务器端程序 那么这个服务器端程序它启动之后呢 就会启动这个MSF RPCD 这个服务进程 那么它会真听这个5553这个端口 然后呢所有客户端的这个计算机呢 也就是这个团队的成员 那么他们都可以使用自己的 这个客户端Armitage的客户端程序 来连接到服务器端指定它的IP 指定它的端口 然后甚至还有指定的这个用户名 带上账号和密码 然后这样你才能够这个连上同一个服务器端 那么这样做的这个好处和这个好处 这个优势所在呢 主要就是说在同一台服务器上 大家都连到同一台服务器上 那么所有的工作 无论是这个所有的这些 比如说漏洞利用啦 然后拿到一个Session啦 这个进行个文件传输啦 这个或者download的一个什么程序啦 所有这些操作其实都是由服务器 去这个推升完成 而客户端呢 它只是通通过 向这个服务器端发动指令来实现 当然这个服务器端 它是又和这个metasplot去 去这个进行通信 要用metasplot里面的这些个EXP啊 然后这个payload啊 要用它的post的模块啊 要用所有的模块 那么实际这些工作 都是由这个sero端去完成的 跟这个metasplot来进行通信 那么客户端 它只是把自己要做的事情 要配哪个参数哪个指令 把这些指令发给服务器端 具体实际做事是服务器端去做的 那么所以它在启动的时候呢 其实可以分成两种类型的启动 一种就是你本机运行服务端 既运行客户端 又运行这个服务端 两个都在本机运行 就自己单机运行的情况下 你可以这样去启动 那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团队合作的场景 去运行还是配置的话 那我建议大家还是找一台机器出来 这个做服务端 当然你做服务端的这台机器同时 你也可以在上面再运行客户端 然后再去这个本地本机 也可以有一个人去连到自己 自己连自己 连到自己的这个服务端程序上 那这样都连上去之后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第一个客户端机器 那么它做这个扫描发现的一些机器 那么发现的这个主机这个信息 是其他主机都是可以这个利用的 然后如果说第一台客户端机器 跟某一台这个被控的这个机器 已经建立了一个session 都已经建立session了 就已经漏洞利用成功 或者是这个社会工程学 骗目标机器 目标受害者 已经成功的执行 用了我们的payload 已经建立起来这个session了 那么这个session 其实也是你可以用的 它也可以用 它也可以用 所以就是这服务器端建立上 它收集的 以及建立的 获取的所有的资源 权限信息 都是可以在这个 所有的扩端机器之间来共享的 既然可以共享的话 那么而且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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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服务器端这上面 第一台机器 第一个人 那么他做了那些事情 其他的人也都可以看得见 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个 这个世间日志 来查看到这个信息 而且这个信息是推送出来的 就是所有人 你不用手动去查询 说第一个人做了什么 第二个人做了什么 不用管 那么第一个人做了什么 比如说取得了一个session 这个事会推送给这个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 团队其他的成员 所以所有人都会知道 当前整个整体的 比如说一个渗透测试 或者一个这个攻击过程 这个整体的任务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已经拿到了什么权限 获得了什么资源 这是所有的团队成员都知道的信息 所以这样的话呢 这一个团队的人 不管你是位于这个世界各地 你是位于同一个这个办公室里面 还是每一个人都这个位于世界不同的这个这个物理的位置上 但只要大家都连到同一个这个session上 那么大家就是一个团队 他们可以这个最最及时以最有效的方式来共享信息 然后来完成最终大家共同的目标 所以这样才是一个团队的这样一个这么一个概念 好那么稍后呢 我会给大家演示这个团队 这个怎么去这个团队模式 怎么去使用 怎么去启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种使用场景 那么我们先来简单介绍这个armic 是它的各方面的这个功能和优势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它的这种团队使用方式 那么另外呢也可以是刚才我也提到 你可以单击即运行s又运行c 然后就在本机上一个人来用这个armic 然后去连一个这个metasploit 然后利用它的这个能力去过去一个目标的这么一个这个session 这个进行漏洞利用 那么这些都是OK的 都是可以的 当然这个session也是和这个metasploit建立起来的 这个armic 这个前端 那么它只是来这个调用metasploit里面的信息 好那么除了这个它可以这个组团 主团让大家来一起干活的这个特性之外呢 那么它还可以这个有这种这个脚本化 它是可脚本化的 那么它的功能如果说不完善 如果你想对它的功能进行扩展的话 那么它是提供一个这个kantana的这么一个这个脚本的引擎 然后你可以基于这个脚本引擎去扩展自己的这个其他的脚本功能 稍后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个现场上的一个脚本 当然网上还有大量的其他的可用的脚本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使用 那么其实我个人倒很少用它的脚本 但是这毕竟也是它的一个优势和特点 大家看自己的需要 如果觉得有需要的话 可以到网上找一些大量的它的 在Github上就有它的这个大量的已经写好的 可用的这些脚本 然后如果觉得不能满足自己需求的话 也可以自己去学学它的这个脚本语言 然后去怎么去开发 这些完全都是可以做到的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Armitage它怎么使用 怎么启动 那么我们说它既然是这个基于MetaSplot 那么所以它就必须依赖MetaSplot 才能够正常工作 那么我们要启用MetaSplot的时候 首先肯定是要Series 然后Post Classical 先把数据库起了 起完之后 然后再起这个MSF Console 这样的话这个存储下来的信息 才有数据库来存 所以我们在启动这个Armitage的时候 我们也是这个首先需要先来 把数据库起来 数据库起来之后 然后我们不用启动MSF Console 不用进入MSF 而是直接这个启动Armitage Armitage它会去跟MSF去这个通信 然后MSF再去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然后工作完的结果 收集下来的信息等等的 在存到数据库里面 大概是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下面我们就来启动我们的虚拟机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Armitage 它的具体的使用和启动的方法和过程 一会儿要上了 我这好像本机现在上不了了 我来看一下 我现在网络不对 我先把自己这个调整到可以上网 2.0.0.03 所以这样就对了 好 好 然后我们来启动我们的Cali 我最近把这个Wordbox给升级了 升级完之后 这个USB这个控制器老有问题 所以我先把它给禁掉 否则的话 我的虚拟机现在起不来 一时我还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先把这个USB给它禁了 那么当然对于USB 对于我们这个实验和演示是没有影响的 回头我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掉 后面会使用到USB卡 一会儿它要攻击的话 作为一个把机的话 我们先启动个XRP吧 一会儿看有什么别的需求的 有什么别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再去启其他的虚拟机 这个USB都得禁掉 现在我这个Wordbox有点问题 首先我们说要启动这个Armitage的话呢 我们必须先来启动这个 这个数据库 我们起MSF的话 也需要先起数据库 好,起来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这个启动Armitage了 Armitage你可以在这儿这个 直接敲这个命令 Armitage 然后或者是这个鼠标点左边这个图标 都可以 我们就点图标吧 好,点开图标之后呢 那么会谈出这样一个连接的这么一个窗口 这个连接窗口呢 其实就是客户端去连接服务器端 我们说这种如果说我们在这儿这个 直接这么启动的话呢 那么其实这个启动的过程 它会先把服务器端启动起来 服务器端启动之后呢 那么服务器端真定的这个IP地址呢 是这个本地换回地址 就是127.0.0.1 在这个IP地址上的这个55553 这个端口上来进行这个真定 那么如果说你想这个本地单机运行 我不是团队 我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本地单机运行的话 那么我只要在这儿直接点connect 一点connect的话 那我这个ARMYCage的客户端程序 就会连向这个本机的服务端 本机的服务端的这个服务端真定端口 IP地址就是这个 然后端口就是这个 然后这有这个连接的账号和密码 然后这些都设置好之后 那么就默认情况 如果我们就是本机来使用启动 启动的话 我们就直接点connect 点connect的时候 那么这个启动程序会告诉你 说这个你的这个服务端 RPC服务还没有在运行呢 你既然要连本机的这个127.0.0.1的这个55553的话 那么你就问说你现在是不是要启动这个RPC的server 然后如果你点试的话 那么他就会先在后台把这个服务端启动 启动完了之后 然后再有客户端去连接服务器端这个IP这个端口 好现在是这个服务端在后台正在启动着 然后所以现在看着是连接refuse 就是连接正在刚才还在背去 但是服务器端一旦启动起来 那么我这就连上去了 OK连上去之后 我们先来看一下Armitage 他的一个这个工作的环境 首先我们说左侧 左侧这一栏呢 大概我们可以把它说成叫做这个资源吧 就是模块资源 资源模块 你的这个Auxiliary类型的模块 然后这个Exploid的模块 Payload的模块 还是Post的模块 因为这些模块 我们之前都是用这个show什么什么 用show命令来查看这个MSF里面 一共有多少个模块 有多少个Auxiliary 有多少个Exploid的模块 以前我们都是用命令来查看 但是现在呢 因为有图形化了 所以现在这个我们想知道这个Exploid 这种类型的模块里面具体都有哪些具体的这个模块呢 可以变开就是它的分类 这就和我们在命令行里面 挑这个Exploid模块的这个入境 不一样 比如说Use Exploid下面的这个Windows Windows下面的这个 Smb下面的这个MS08067 这个就是我们最经常用的那个 这个这个 漏洞利用模块 那么只是说在命令行界面下 我们就用Use 然后指定一串的入境 然后在图形化界面上 我们就像打开文件件 竖型结构的文件件一样 这个逐层找到它 选中它 然后双击就可以使用了 使用的时候呢 你可以这个对它的相应的参数来进行配置 那么相应的参数的配置呢 和我们在命令行下 使用这个SET 然后SETRhost等于什么 什么SETLhost等于什么 SETLpod等于什么 或者是什么SETSRVhost等等 那些命令 那些命令 就我们的SET都不用敲 直接在这儿 双击一下鼠标 就是要敲入 你要数的这个目标的Rhost 就是目标机器1.1.1 我们只要把这个地址填进去 就OK了 然后如果一切都选好了的话 比如说我们目标 假如说是一个这个Windows XP中文版的话 你可以把相应的Target 我们在字符界面下 我们也经常会ShowTarget 看看有多少个 多少种类型的Target 然后都看好之后 那么我们再来SETTarget等于34 那么在字符界面下 我们都是这么巧的 但是在图形化界面下 我们就直接选一下就OK了 那如果说你想使用这个反弹链接的话 就是反弹shelt的话 我们把这拨勾选一下 就OK了 然后如果说你想看那些 我们在字符界面下 有那个ShowAdvanced 就是显示那些高级的 平时不经常用的那些参数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拨勾选上 一拨勾选上 那么就之前我们说的那些个 这个高级的那些参数 就也都会显示出来了 那么这个ShowOption 我们说ShowOption看到的这个参数 基本上就是这些 然后如果ShowAdvanced 看到的这个参数 基本上就是这些 通常我们用不上 那如果说你已经指定了一个目标机器 它是有这个MS08067这个漏洞 或者你猜测它有 那你想试一下能不能够控制它 你就直接点Lunch 它就会向目标去发送它的 Explot模块的这个漏洞利用代码 然后进一步发送它的这个Payload 当然在这个Armitage图形化界面里面 它默认情况下首选都是使用这个Meterpress 这种类型的高级的这个Payload 好 那么这是一个这个Explot模块 那么当然Payload也可以 比如说Payload Payload下面我们使用这个Windows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Windows Explot模块下的Reverse TCP Reverse TCP 这就是我们最经常用那个Payload 那如果说你想直接生 利用这个Payload 来生成一个这个Explot模块 那你也是需要双击它 然后这个编码 你可以这个指定一下 然后这个执行方式 然后Lhost 就是本地的这个真听 真听的这个真听的地址 以及真听端口 真听端口我们经常习惯用 说4444 这个你按自己的需要 可以把它改一下 然后这是我本期的这个IP地址 然后如果说你这个Payload 你想这个修改一下模板 模板也就是说 这个Payload要绑定到一个 所谓的正常的那个执行程序上 这个我们在之前用MSF的这个字符界面 都已经给大家说过很多很多次了 那你可以选一个这个正常的 没有任何这个后门 没有任何病毒程序的 完全是合法这个干净的 这么一个BSE的执行程序 让它来做这个模板 比如说我们最经常用的就是这个USR share下的 Windows Windows binary 然后在下面随便选一个吧 比如说WGET 选一个这个来做我的模板 然后都选好之后呢 那输出 输出成什么格式呢 你可以把它输出成一个这个PESAR 或者一个这个SH 这个shell脚本 或者一个VBA 或者是这个exe exe呢 exe在这 比如说你要把它输出成一个exe的执行程序 那么如果这个exe执行程序 在别的机器上一旦运行的话 那么它就会反弹shell 我连接我这个IP的这个端口 这个当然弹回来呢 就是Windows meterprinter 这个反弹的这种shell 好 当然它还会用这个模板 OK 比如说我们就来一个吧 比如说这个叫A.exe 我们上了一个A.exe 一会它就会反弹来连我这台机器的IP的4444这个端口 保存 OK sale了 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敲那么多的文件 然后再generate 生成一个payload 然后再 比如说这个-b 排出一些快速度 这个-e 指定一些encoder 那些个命令都不用敲了 直接点了几下鼠标 输入了一个端口号 然后点了一下launch 就执行 就生成了这么一个exe 0字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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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问题 这个 现在我们先不管它 那么一会儿我们再回来集中看它 那么这是它大概的用法 我们先把这个大概的用法功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payload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获取了一个目标机器的session的话 如果你已经获得了session 你还有众多的post模块可以用 在已有的session基础上再去利用什么本地提权 本地信息收集 然后本地系统的管理 大量的这种模块我们在之前的课程里我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不少了 这种类型的模块 好 那么Auxiliary也是 Auxiliary就是那些这个辅助性的模块 比如说sniffer或者是scan 这个扫描 你要扫描一个目标服器的什么服务 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辅助性的这种模块 那么你也是需要直接在里面悬中它就OK了 比如说我们要使用这个漏洞 它的这个检测的这个这个这个模块 这个是Auxiliary类型的这种模块 就是说你只要指定一个目标的IP 指定它的这个默认是389端口 如果它有这个漏洞 那么就通过返回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判断出来 就是说192.168.260.4 就随便输一个IP 然后Lunch 执行一下 那么它的这个执行结果就会在这显示出来 好 这是左侧这些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模块 或者称为资源 就这些资源是我们可以使用的 这些模块是我们可以使用的 那执行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这个目标它这个报出来的结果说是有这个漏洞 然后这个如果说你现在只是检测 所以不是这个攻击性的代码 那如果说你发现它有这个漏洞的话 那你对它发这个攻击性的代码的话 目标机器就会被打死 然后因为这个漏洞是一个这个拒绝服务类的这个漏洞 12020 好 当然这个在执行一个这个模块的同时 我们在下面看 这个这左侧这个栏已经说完了 当然如果说这个你记不清具体的事情 你想在这搜索的话也可以 比如说MS082067 你通过你记忆中的那个关键词在这一窍 那就可以符合这个关键词的那些模块 就会被删写出来 比如说我们想找一个这个 Tomcat有这个关键词的这个所有的漏洞利用模块的话 那么无论是Auxiliary类型的这个漏洞利用模块 这个辅助性的这个模块 还是Explot这种类型的这个漏洞利用模块 还是Post类型的这个后渗透测试阶段 我们可以使用到这种模块 只要还有Tomcat的关键词 那么它都会被列出来 那比如说这个Apaq 那么反正跟Apaq相关的这些漏洞 相关的模块 那么也都会被列出来 所以这我们还可以快速的去进行一个搜索 那么如果说你不想看到这一栏的话 就可以点这个小箭头把它给弹上去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只看到下面这个执行结果 这一栏 当然也可以再把它弹下来 OK 这是左侧这一栏 我们传统叫做资源模块 这么一栏 这还带搜索功能呢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下面这一栏 下面这一栏是当你所有的这些模块 或者这个系统任务去进行执行 运行的话 那么它的运行的结果 都会在下面来打开一个新的这个标签 我们刚才看默认情况下 当我们启动这个Armitage的默认情况下 那么它会启动一个console 这么一个这个创码 这这么一个标签 那么在console下面呢 我们看这有光高在闪 那么既然在闪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来这个 比如说跳一下跳 你会发现这儿弹出来的这个内容呢 跟我们在这个msf console里面看到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个console就跟我们这个msf console 其实作用是一样的 你在msf console里面撬的所有的名领 在这都可以撬 比如说这个 我看我现在已经这个库里存了多少个主机了 host 你看已经发现了两个主机的这个IP了 然后它相关的信息 然后这个service都扫出了哪些个服务端口了 然后你看扫出这么多的端口 当然有些是已经closed了 然后有些是这个open的 然后这个发现了哪些这个漏洞呢 这都是我们在这个msf console里面最经常使用的 你看发现了一个这个漏洞 这是通过这个模块 这个远程桌面这个ms2020这个漏洞的检测模块 发现了发现了说这台机器还有这个漏洞 然后这个当然还给出了一些个链接 相关具体的这个漏洞信息 可能可以浏览下面这个URL等等 那么这就是那个console 完全一样 如果说你不习惯这个图形化界面 你想用字图界面的话 在这儿撬你所有的明令都可以实行 都没问题 那么这是默认有一个console 当你当我们在这个这个模块里面 选择了一个模块来进行执行的话 执行的结果也会单独的明显 每一个这个漏洞利用模块执行的结果 都会单独再打开一个标签 那么在这个标签里面显示当前这个任务 就是这个模块 它check 检查这个漏洞是不是存在这个这个模块 它的执行结果是怎么样 实际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看到说 跟我们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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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令行界面下 使用的是完全一样的 也是use这样一个模块 然后setrhost 等于一个IP地址 然后再set一个现成 然后再set目标端口 rport 指定目标IP 指定目标端口 然后再run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运行不好的话 那你还可以show option 看一下当前配置的这些参数 如果说你觉得不爽 你还可以setrhost 192.168.60.9 你还可以换一个IP 再show option show option 那这样呢 把IP改了 改完之后呢 我们也来再次run一下 OK 让完了 让完了之后 那么其实我们就可以在当前 这个这个 这也是其实也是一个console 只是说我们现在进入了这个模块之后 这个console 因为这个模块之后呢 然后我们再来这个 查看一下漏洞 没有发现新的漏洞 说明这个60.9这台机器 是不包含这个漏洞 只有60.4是包含的 那么 但是我们现在查host 60.9还没进来 还没去这个 发现60.9 OK 我们下面去扫描 它就是发现的 好 这是下面这个这一块的 无论我们在这执行任何模块 还是在菜单里执行的某一个菜单的这个功能 比如说这个credential 垂单的时候呢 这是说 你通过这个 msf 或者我们说通过这个arm page 攻击了某些机器 然后已经获得了某些机器的一些身份验证信息 比如账号 账号名是什么 密码是什么 然后主机的ip是什么 如果已经获得了一些这样的信息的话 无论是名文的还是密文的 就是说这个pass 这个密码这块 是名文的密码 还是这个密文的那种哈希值的形式的密码 那么只要收集到了 这个信息都会显示在这 那么如果说你发现的是一个这个哈希值的密文形式的密码的话 那么我们还可以在这点直接在这点个crack 然后在这里面指定一个这个字典文件 字典文件 这个word list 你可以把那字典文件的这个密码 这个填到这来 然后直接点latch 它就会再分析来 也是调用一个这个metasploit的一个模块 其实调用的就是这个johntheripperpasswordcrack 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我们之前在自主界面 我记得我是给大家介绍过的 然后也可以刷新了 然后发现的密码 我们可以把它copy出来 放到别的地方再去使用 或者是你之前已经发现了一些账号密码信息 然后导处保存到别的地方去了 现在你也可以把它给导入进来 账号和密码 然后把它给导入进来 添加进来 或者是把这里面的所有的结果给它导出 导出出去 形成一个文件 都ok 好 但是每操作这么一个动作 在下面都可以打开单独的一个 一个页签 一个tape 然后比如说我们再查看一个别的 这个查看一个jobs 现在有多少个job正在运行 这个job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conto界面下运行jobs 默认情况下 这个arm key 只要一启动呢 它就会默认启动一个job 而这个job呢 就是这个 一个veterprater shell的 反弹shell的一个真听的一个job 其实它也就是使用的是一个这个multi-handler 使用这个模块 然后添加这个payload 然后真听一个端口 但是这个端口呢 每次都不一样 每次arm page启动的时候 它启动的这个默认的 meterprater shell的这个 反弹shell的这个真听端口 每次这个都是飞机生产的 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默认情况下它都会起这么一个招 所以当你一点上面的这个 这个某个菜单 做这个某个操作 实现某个功能的话 下面都会单独打开这么一个 页签 一个tape 来告诉我们说 当前你做的这个动作 这个操作 它的具体的这个执行结果 是怎么样 好 那么下面这一个领域 也简单给大家先介绍了一下 它的这个功能的作用 然后将来用的多了的话 尤其你控制的目标机器 发现的目标机器 多了之后 那么下面这个页签 会非常非常之多的 好 但是如果你不想看到这个页签 可以点右上角 这个叉叉 把这个关掉 下面是空来一点 然后再来介绍这个最黑乎乎中间 最大的这一块内容 这一块内容 我们把它称为叫做target 也就是目标 目标 就是我们要想去发现漏洞 想去获得这个shell的那些个目标机器 目标IP地址 那么比如说现在我们这有两个这个目标 也就是host 就是showhost 这个host 我们通过contour命令里面 敲那个host的时候 那么数据库里存了哪几个host 有这个60.4 这个还有100.1 存了这么两个host 但是你当你发现了其他的目标的时候 或者有些有漏洞的机器被发现之后 这个host的数量都会增加 同时如果说你发现了某台机器 它是有漏洞的 这个图标的样子还会发生变化 如果这是一个Linux系统 或者这是一个Windows系统 那么如果你能确定这件事情的话 那么当这个Armitage已经确定了 说它就是Windows 它就是Linux的时候 那么它这个图标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就是Windows会有一个窗口图标 然后Linux会有一个小企格图标 等等这样的一些区别和差别 那么在这个界面里我们看 现在是有两个这个主机 两个目标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在这两个目标上 点选任何一个 然后点邮件 然后比如说这个host 我们认定这台主机的host 是一个Linux系统 我们把它指定了操作系统之后 发现它的图标样子就变了 就会变成一个小企格的形状 然后比如说这个我们确定 它是一个Windows的系统 那么我们就给它指定 说这是一个Windows XP或者2003的系统 你指定完之后 它就会发现中间 就是一个Windows 然后当你想看看这台机器 都打开了开放了哪些端口的话 你可以在上面点右键 这个Service 我看看它开了哪些个端口 Service 现在它我还没发现它开放什么端口 OK那我看看这个吧 这个开放了什么端口 你看 100.1这个IP地址最大主机 它开放了81端口 389端口 然后这个443端口 而且对应这个443端口 我确定它上面跑的是一个这个Apaq的这个服务 然后是一个Apaq的HDPS的这样一个服务 好 那如果说现在你这个在上面再点右键 我刚才看Service了 刚才发现这个 60.4这台 现在我还没发现它有什么这个开放的端口 那是因为我还没对它进行扫描 那如果说你对它进行扫描的话 那么它就会 我们就能够知道它上面都开放了哪些端口 那么扫描这个事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像在这个MSF console里面 我们就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扫描模块 其实也就是Auxiliary下面的这个scanner 这个模块下面众多的这个细节的这些个扫描模块 比如说扫它的这个SMB 使用一个这个模块来对它进行扫描 但是呢还有这个 你可以用这个去对它扫描 当你选中了这台机器 在选中这模块的话 这台机器的这个目标机器的IP地址就会被自动添加进来 根据你扫描的这个模块 它是要扫描目标这个IP的那个端口 这个信息也会被自动添加进来 默认线程是24个线程 OK 你只要去LUNCH LUNCH的话呢 它就会去执行这个scanner SMB 下面SMB2 执行这个扫描模块 那么执行完这个模块之后 你看它执行的结果 在后段运行 然后一个主机已经百分之百扫描完了 如果说你已经确定它扫描完了的话 那再点邮件再来看series 没出现啊 这个SMB2可能是没扫出什么东西出来 那么我们用这个来试试吧 User和PaaS我们都不知道 这就直接来扫吧 扫完了 扫出来说目标主机运行者2003SPR 这个版本的操作系统 然后目标机器的主机名也扫出来了 属于那个域等等等等 这些信息都已经扫出来了 扫完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个series 因为发现刚才是没扫通这个模块 没执行成功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版本模块执行成功了 所以已经发现了目标机器的这个很多的信息了 而且由于已经确定了它是这个SMB服务 是一个Windows什么什么版本的系统 既然是SMB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 你SMB服务开着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PSEXEC这个模块来进行登录了 当然登录的前提是 我必须知道目标系统上的这个账号和密码 这样我才能登录的进去 否则的话就肯定是登录会失败 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check all credentials 就是如果你已经获取了一些个账号密码的这个信息的话 你可以把你之前获取的那些个账号和密码信息 拿来针对这台机器来lunch一下 其实也就是作为一个暴力科技 当然我心里朋友现在是passedhash 就是通过这个直接传hash值密文的方式来进行尝试登录 当然这里面有两种方式 你可以PSEXEC 然后就直接输这个账号名文密码 也可以是PSEXEC PSEXEC PSEXEC 这种就是直接来这个输入 以这个输入密文的形式来进行登录 好 那么这是我们现在发现了这么两台机器 发现经过一个简单的扫描 发现了它的一些信息 当然这个如果说你觉得这样麻烦一个一个模块去选择扫描的话 还是太笨重 你也可以直接在这台机器上点有点选scan 它会把常见的这些端口都给我们去一次性的都给我们扫了 设置了这么多端口 其实我们可以看 它也是use 我们从头来看 use auxcillary scanner 下的这个端口上面 host scan 然后tcp的这个端口 然后setrhost 等于这个IP 然后set的这个线程数等于24 然后setpods 就是设置 我要扫哪些这个目标端口 设置 设置 设了这么一堆 然后开始转 转完之后 你会发现了 有这么多个这个开放的端口 我们刚才是指定这个模块的时候 它就是扫445端口 然后如果说我们使用这个pods scan 就是端口扫描的话 那么它就会去尝试 刚才我们指定的那些端口 都挨个去扫一遍 发现哪个开着 就把它显示出来 完事呢还没完 因为发现了这个80端口 所以呢 接下来 这个arm page 它都会去自动的去识别了 因为发现80端口 上面开着这个http服务 所以我要 就 因为你开了http服务端口 所以我要扫一下htt的版本 看一下能不能扫出这个版本间隙 但是呢 这个是arm page 这款软件 它这个 目前版本的一个把子 就是我们如果运行它自动 这个扫描功能的话 也就是默认自动的去集成 调用大量的这些个模块 根据我们这个端口扫描的结果 根据端口扫描结果 发现了这个80端口 所以它就会去调http的扫描模块 发现了这个 这个这个445端口 所以它就会去调SMB的这个扫描模块 所以它会是这么一连串的这么一个动作 但是这个功能呢 就是这个研究件直接扫描这个功能 当前是有bug的 那么我们只需要 只要这个 第一个应用服务的这个端口 来进行扫描的这个模块执行的时候 总会出现这个暴挫 目前是没有解决办法 只能等待这个 Armitage的作者去自己去修复 但是我在这里必须先给大家 就喝飘冷水吧 就是Armitage这款软件 它的这个作者维护者 对这款软件目前的这个维护的频率 非常之低 就是 就是处于一种可能基本不怎么维护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 但是呢 这款软件呢 又是现在唯一的一个免费开源 不怕钱就能用的这么一个MSF的这么一个图形化前端 所以呢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大家介绍 但是它的作者真的是不太维护这个软件 那么也许过不了多长时间 这个作者就宣布 就不再维护这款软件 就不再维护这款软件 就是 那么 也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我们来简单说一下 这款这个东西这个报错 只要一执行到这个应用程序 这个扫描模块的时候 无论你这是HTTP 还是SHH 还是SMB 只要第一个应用模块 应用协议的这个扫描模块 被执行的时候 那么这一定会报这个错 那报这个错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来show option 来看一下它为什么会报这个错 实际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里面的rhosts 这个参数是有问题的 我们说你要设IP地址的话 就设成这个IP就好了 192.168.1.4 192.168.1.4 192.168.2.168.4 就设它就好 但是呢 这个肯定就是这个程序脚本上写的有问题 后面多了个冒号出来 这个晚上这个参数是不认的 另外冒号还没完 后面还杠一个什么什么 这是程序就是在这儿填这个参数的时候 它的这个程序代码设置的有问题 那么这一串东西是这个MSF是不认的 你填了这么一块 你遇到执行的时候它不知道扫谁 所以如果说你把它修正了 改完之后我们再说option 你发现现在我们把这个地址改对 改对了之后呢 那我们再来run 然后来执行一下 这回它就会去扫了 这回执行就不会报错了 但是不会报错归不会报错 但是这个 hdtp这个应用 这个模块 因为刚才我们用的是hdt version 这个模块来进行扫描 扫描 因为我们把它的这个rhost 已经修正了 修正之后它就可以正确执行 但是呢我们刚才扫描端口的时候 除了hdtp80端口之外 还发现了135啊 389 139 445 这么些个端口 所以445呢是这个smd 所以呢接下来这个hdtp 那个模块扫完之后呢 它发现上面跑着这个iis6 然后接下来 hdtp扫完了 那么它还没执行完 它还要继续执行smd的这个扫描 对smd 这也是一个应用场协议的这个扫描的时候 它这个rhosts还是设置的有问题 所以这就是程序代码有问题 每次一面向到这就会又报这个错 所以我们必须又手动的 就现在没有别的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每次我们就手动的给它改一下 能让这个命令继续执行下去 setrhosts等于192.168.60.4 好 然后再来run conpro 好 扫完之后 它的这个什么s 通过smd扫出来的机器名 系统版本 等等信息就执行完了 执行完之后 OK 如果后面没有再新的这个什么报错 弹出来的话 就说明当前这个扫描任务 是已经完成了 结束了 这是它自带的这个扫描功能 有个bug 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这个如果说你觉得它扫描之后 这个操作系统的版本 这个系统信息要给错了 不是这个操作系统的话 那你也可以手动的给它改一下 改成比如说你认为这是一个这个安卓 OK 我刚才两个都选了 所以把两个都改成安卓 这是安卓系统的这个图标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手动改这些东西 或者你认为它是一个打印机 OK 然后另外呢 你也可以给它set一个这个level 就是一个标签 这个标签呢 可以是为了以后方便去这个 这个找到的 比如说这个是这个officeprinter 比如说这是一个办公室打印机 然后这个呢 假设说我们这个 比如说是个防火墙 然后我们也可以给它这个指定 指定一个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在后面是会有一定用处的 所以我们在这先前呢 给它这个 这个来演示一下 这个标签 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叫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dmz dmz 这个dmz 就是dmz区的这个防火墙 这些我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区来修改 添加这些信息 然后host 这个操作系统你可以去指定了 ok 也可以自己指定 如果说这个机器我已经完全把它给这个 就是完全已经这个检查完了 然后呢 这个或者是对它没有发现任何漏洞 那么就不想在它上面再消耗时间了 也不想再看见它了 那这时候你可以直接给它remove掉 remove这个host removehost removehost 你在这就再强件了 除非你再去重新发现这台追击 因为这个图形化界面 这个我们刚才看我点了remove之后 都还等了一会儿它才消失 这个图形化界面呢 这个刷新的速度没有那么的快速 它不像windows下的那些图形化的制定场序 所以大家做完哪个操作呢 都要稍微等待一下 别着急 我们再来这个 我们说这个主机呢 这个是这个164 然后我们说这个其他的主机呢 首先 首先我们说我们要对一个目标来进行伸动测试的话 那还是按伸透测试那个过量 首先你要这个这个做信息收集 信息收集完之后 你要去这个信息收集的时候 就主动被动扫描 你就要做 目的呢 都是要发现 以这个目标的这些所有的资源 所以第一个步骤要做的都是去发现 发现有哪些目标 有哪些主机 所以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在这个arm page里面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也是去尽可能多的去发现 这个目标发现主机 发现你的这个要渗透测试的目标上面 都有哪些IP活着 然后每台机器都是干什么的 都干什么工作的 然后它开放了哪些端口 开放哪些服务 这些信息都是要进行收集的 所以现在这呢我们发现了一台 如果说你想去发现更多的这个机器呢 那么其实也就是我们要把这些主机 首先我们来看这主机的目录吧 你要把这个主机 添加进这个target的话 都需要在这个主机目录下来进行寻找 比如说第一个你可以这个add house 就添加 就直接加一行一个出IP地址 21.2 然后192.168.100.1 这个地址我们刚才给删掉了 然后再给它加回来 192.168.60.9 然后就是加三个add三个house 这三个house它就加上来了 所以加上来是可以加上的 但是它只是加了这么一个这个机器的名称 IP地址 我们既没对这台机器做端口扫描 也没做服务扫描 也没去探测它这个其他的信息 所以这只是加了这么一个IP进来 就现在有这么一个IP地址在这站地 当你有多个这个IP地址 多个目标在这站地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 你觉得你想把这个21.2 拉到右侧来 但是你会发现它拉不走 然后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说 这有一个自动图标的 它这么一个自动排序的这么一个点像 就是这个auto layer out 默认情况下 默认情况下呢 首选其实是这个stake stake也就是成行 一行 两行 三行 一行一行的来进行排序 那如果说我们把它改一下 改成这个层级 层级形式 层级形式现在看不出差别来 那么 但是一会呢 这个我们延迟到后续的一个功能 大家应该就能看出这个层级模式的它的一个差别了 在层级模式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就可以随便给它拉走 它就不会被自动的来这个排排回去 排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或者是我们把它选自动抬去 抬成圆形 现在是4个 如果有8个 10个 16个 这个20个 你会发现是密密麻麻的一圈 这是自动排序 或者是这个Nine 就是不自动排序 不自动排序的话 你就把它拖到哪去都行 然后 刚才这是自动排序 就是你不用管的 它自动就会按这种方式去排序 然后你也可以说手动的来给它这个主要 手动的拍成这个 一行一行 一列一列这样 好 或者是觉得这个图标那颗太大了 现在机器太多 如果有这100台机器了 这么一个小窗口 已经放不下那么多机器的图标了 我可以给它这个zoom up 测小点 或者zoom in 放大点 这些都是ok的 或者reset 还原它默认的大小 这是在图形显示上的一些个基本的操作 好 我们刚才说已经把它启动了 我们刚才启动的方式 一直都是单机的模式在启动 就是启动的过程中 我们直接选连接127.0.0.1的55553端口 然后服务端起了之后 我们客户端就连上去了 就是单机启动 然后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个团队模式的 多级的这种启动方式 就是分服务器和客户端的这种启动方式 好我们先把它关掉 关掉之后 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如果现在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不只是一个人在用过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ARMY配置 我现在有七个人八个人 那么如果有七八个人的话 那我现在就可以把我 比如说把我这台PARMY 把我当天使用的这台PARMY 把它做一个服务器端先启动 然后剩下我这团队的其他的七八个人 都可以直接使用这个客户端上去 就是ARMY配置的客户端上去 来连到我这个服务器端上 一旦连上来的话 那么 大家做的所有的这个工作 就都可以互相 大家就是所有的资源 都可以彼此看见 一个人拿到了一个Session 另外一个人也可以使用这个Session 别人扫描了 发现了一个问题 发现了一个端口服务 那么其他人也都会这个 立刻就看到这些信息 那么要实现这种团队的使用方式呢 那么就必须要先启动服务器 所以启动的过程就变成说 我必须先把我的服务器 起起来 起来之后大家再来连我 好 那么服务器的启动方法呢 我们必须要先进入这个USR Share下的这个 Armitage进入这个目录 往LS看一下 大家会发现这里面有两个这个可执行的这个交本 有可执行程序 一个是Armitage 这个就是那个客户的程序 另外一个叫做 Team Server 也就是团队服务器 这个就是这个团队服务器的其中程序 我们只需要 把.杠这个Deep Server 线盘啊又出了问题 或者是我们即使不进入这个目录的话 那么我们就在 因为这个目录 已经被加到系统路径里面了 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这个 这个命令提示服下 我在这呢 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它具体损放的这个路径 然后如果说我们不进入这个具体路径 直接在任何的路径下的这个命令提示服下 直接敲这个 Team Server 先加入-h 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命令的 输入方法 我们看 就是 你必须提供-h 他告诉我们 你必须提供这个IP地址 也就是你这个服务器的IP地址 这个IP地址 就是让团队其他成员来连接的这个IP地址 然后同时你可以给这个你这个团队设一个密码 只有知道这个密码的人才能连上你这个 Team Server的这个IP 然后默认就是55553这个端口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不用去管端口的事 默认就使用55553 好 所以呢 我们来输入 Team Server 我现在又启动服务端了 那么我的这个 我的IP地址是什么呢 我先来看一下我的IP地址是21.31 就持我自己这台机器的这个IP地址 那么这个IP地址就将作为我这个 Team的这个Server的IP地址 后面所有的团队成员来连接的时候都要连我这个IP 它的55553端口 然后后面跟上一个密码吧 比如说这个 这个PASS123 比如说这是我的这个登录我这台 Team Server的这个密码 好 回车 好 回车完之后 你会发现它已经starting一个RPC的这个demon 一个这个RPC服务已经启动了 启动完了之后呢 127.0.0.154 刚才的那个就是我们本机启动的 刚才给大家做演出那个本机启动的这个 那个实力应该还还在 好 刚才我们启动那个127.0.0.1的那个55553 这个端口被挤走变成55554 然后现在我们本地真听这个 就不再不再真听那个127.0.0.1了 不是这个还回地址的 而是这个 我的物理网卡上面绑定的这个IP地址 然后这是我的真听端口55553端口 然后这是我的用户名 MSF 这是默认的 这个没改 然后连接我的时候需要的这个密码 好 这样的话我这个服务器端在这就启动了 启动完成之后 会显示一个我这个服务端它的一个fingerprint 就是一个指纹信息 当你当客户端连上了我这个服务端的时候 可以检查一下你的指纹信息是否匹配 是否是一致的 将可以确认出我连上了一个正确的 就是我想去连的那个 这个这个 server端 好 他现在说我已经准备好 接受其他客户端来连我了 然后你们来连吧 那客户端怎么连呢 还是跟刚才一样 启动这个Armitage 但是你用命令好像启动也可以 Armitage启动之后呢 那么这个这个主机你就不能再填自己 假设说我这个客户端就是在另外一台机器上 启动之后我要去连我的teamserver 那么teamserver的这个IP是什么呢 192.168.21.31 然后端口是55553 这个端口 然后用户名是msf 然后密码 密码是什么 就是这个 好 连接 嗯 好像有问题 好 那我把这个这个用户名 因为这个不同的团队成员这个有比如说有七八个人每个人的名字不一样的话 那么这个用户名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 这个 密码 连接服务器的这个密码是这个 那这里面的用户名和密码是不是一一对应绑定的 不是说这个账号就用这个密码 这个密码是和这个IP和这个teamserver是来这个绑定的 所以这个密码连接teamserver的密码都是一样的 但用户名你可以按自己的这个名称去 去去去去你自己叫什么你就写什么 嗯 嗯 好像现在有点问题 这个 嗯 连接上来 好 我们先把这边推出来了 我们要点PS 看这个Armitage 是不是刚才的这个进程都还没有 刚才的进程有可能还没解除掉 所以有些端口可能处于抢占的状态 所以刚才连接不上来 所以你看有这么多的Armitage相关的进程 现在先来kill 一个一个先给它都kill了 重新重新起 6 8 6 9 8 1 8 8 4 8 5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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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这个对外的IP 这个占用了55553这个端谱 所以这个对内的这个127.0.0.1 如果你本地连的话 那么那个555端谱就变成了55554 好这个Finger呢 每次都是不一样的 Doreplayer Metaspload ready to go 好 我们还是将来连这个Path123 好 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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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有问题 大家稍等一下 我先暂停一下录制 然后等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再回来给大家继续 好 我们回来啊 嗯 嗯 刚才肯定是之前启动 我们刚才在之前在这个单机模式下 启动这个 这个ArmTage的时候 那么 有些个进程 有些个服务还活着还存在 那么所以影响了我们后来的演示 那么现在呢 我把之前所有的进程和服务都重新的这个 找到之后 都把它重新杀死 杀死之后呢 完全重新启动 那么启动的命令跟刚才没有任何区别 那么 还是这个Team Server 然后IP加这个密码 然后启动之后呢 这个所有这些提示信息也都跟刚才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用这个后端来连服务器端的时候 那么 输入服务器端的IP 这个服务器端的这个密码 用户名是随便写的 那么 当我们点击连接的时候 他就会这个弹出这样一个提示方 他会问你说这个Team Server 这个指纹是这个 然后跟你 跟你自己的那个管理员告诉你的那个指纹 是不是一致 如果一致 OK 那你就连上这个服务器端了 是否匹配 如果匹配的话 yes 如果不匹配的话 说明你连错地儿了 然后你的这个 nickname invalid login 哎呀 怎么又错了 我们再重新连一下 啊 sorry msf 这个用户名也必须填这个啊 这是默认的这个用户名 是必须填这个的 刚才那个张三呢 就你自己叫什么 那个是nick name 我们这个用户名 然后更正一下 刚才投入说错了 这个用户名还是要填msf 然后密码也是必须填这个 就所有这里面的信息就是 这儿填的这四个信息 就是这儿看到的这四个信息 好 点连接 连接之后呢 这个呃 他会问你说你的nick name 就是你的这个 你当前这个连接者 你的这个小名叫什么 你的尼称叫什么 比如说这个我叫tom 点ok ok这样的话就连上来了 连上来之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这种 这个团队的方式来进行的 连接的这个arm page 你一旦连接上来之后呢 那么会默认其中一个这个标词出来 这个标词呢 叫做event long 就是时间日志 这个时间日志说什么了呢 在服务器端显示 说已经有一个用户连上来 这个用户的名字呢 叫tom tom已经转 就是已经加入了 然后在这个时间日志这儿 也显示tom已经转 就加入进来了 然后这是一个用户 那么我们现在说 这是一个团队模式 团队模式就可以有多个用户 多个用户同时来连我这个服务器的话 这四个信息都是这四个信息 ok 我又起了一个这个客户端 又建立了一个连接 和这个服务器端 又建立了一个连接 那么这回这个呢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这个小明 ok 这也显示了 小明加入了 好 这是第二个窗口 这就假设说是工作在另外一台机器上的 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呢 叫小明 这是个中国的安全研究员 然后tom是个美国的安全研究员 然后在 但是在服务器端子 什么都看得见 tom进来了 小明已经来了 当然还可以有更多的三个四个七个八个都可以往那边连 而且连接来之后呢 比如说小明说 这个 这个 i tom 如果说他在这一说话的话 tom这边的一般log就会显示 小明说了 i tom 然后tom就说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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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这个数据库里面有哪些个主机 他俩现在看到的也都是一样 所有信息都是一致的 如果说TOM 现在说了 这是小明 Sorry 这是小明 小明在这说 我要对这个IP进行一个扫描 你会发现他左边开始做扫描了 但是右边呢 这个1wntlog里面也显示 小明 小明现在干什么了 小明launch到了一个msf的scan 像扫谁了呢 扫100.1这个IP 好 那又到这儿还是报这个错 不管它 setRhost 给它修正一下 它就2.18.0.1 然后 扫完之后 我们发现目标是一个防火墙 扫完防火墙之后呢 这是小明发现了 但是我们到TOM这边看一下 你会发现 小明发了一个这个扫描 扫这个100.1 扫完了 它也变成了一个防火墙 所以这两边的信息都属于这个服务器端存储的 那么服务器端存储这个信息呢 在客户端看来看到的内容 就都是一样的 好 那么这是一个这个nest green的这个防火墙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已经使用这个团队方式来进行这个启动了 刚才单击模式怎么启动 然后团队模式怎么启动 现在都已经给大家说完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使用这个arm贴纸 做后续更多的事情了 但是呢 时间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这个小节呢 就先到这里 然后下一个小节 再继续后续的这些其他的内容 好 谢谢大家 稍后见 谢谢大家